给他们婚姻新的开始 我们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我和他认识两年多了 工作后他遇到了一点小挫折 就一蹶不振 而且还学会了吃软饭 我现在在生活上依赖他是暂时的 但是他总把吃软饭关在嘴边 让人特别寒心 一个大男人一边坐享其成 还一边趁我发火 他一无是处还有什么资格跟我讲嘴 他动不动就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到我身上 我不想当他一味的出息头 又是一个这样的男人吗 来掌声请出这种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千24岁来自山东广告策划 女嘉宾小王23岁来自聊 您是一名文员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老人好 好好好你得有多高啊 我正身高174 你穿了多高的根啊 这个根也不算高五厘米吧 这你女朋友 你多高啊 我一米六四 身高不是问题 爱情来了什么都不是问题 是吧 是的 你不嫌弃她吧 我当然不嫌弃她了 大学同学应该是 是大学同学 肯定你追着她是吧 肯定的 现在毕业了对吧 对 毕业一年了 见过双方父母吗 他去过我家 我还没去过他家呢 他去你家 你父母 他父母对我态度不怎么样 为什么 挺厌恶的 他嫌我个儿 在这条线也不好 刚才这小片 比较刺我耳的是 那个软饭那个词 我根本没吃他软饭 我就向他借了点钱 我打千条了 我根本不算吃他软饭 他老说我吃他软饭 你到底借了他多少钱 他第一次请我借的 我借了他两万 然后之后他生意赔了嘛 每个月我都帮他还债 然后也还了挺长时间了 我不想你打借条了吗 我是借你的钱 你这借条现在一共多少钱 你知道吗 有数吗 三万块钱吧 三万多点 你们毕业多久啊 我们毕业一年了 然后我现在反正收入还行 怕赚得太少了 不是你今天来干嘛来了 我今天来 我就是想着说 他为啥每次就是 吃着我的喝着我的 然后现在还跟我降嘴 有的时候还动手打我 你知道吗 主持人他特别过分 我没有动手杂蜡 真的 我就上次他 摘我头发的时候 你知道吧 再疼我了 甚至因为过年 让我跟他回家 我说我已经跟你回过一趟家了 你父母对我态度不怎么样 我怎么还给你回家呀 就是因为你什么都没有 我想让你跟我回家看看我爸 我妈怎么了 我爸 我妈就我一个女儿 我爸我妈对我多好 我每次打电话的时候都哭着说 女儿你怎么不回来呢 那我也不是打你呀 我让你回家看我就看看他们怎么了 你拽我头发拽疼我了 有本能的推了你嘛 那我是打你嘛 你怎么能说说我打你呢 到了这么多人的面积 怎么说我打你呢 你一个男的 你多大力气呢 我就轻轻的拽一下你头发 你说主持人我能有多大力气啊 我就拽一下你头发 你就实时把我推在地上 你拽谁头发谁不疼啊 我就本能推你吧 你说你就 你就倒地上 倒地上就说我打你 你跟他在一起 你担心他会跑吗 担心呢 我就一直要求他换工作 他就一直不换工作 为什么要换工作 他现在那个工作 天天的不知道几点下班的 我晚上十点十一点的 接他好几回了 他跟他老板经常出去 我经常跟老板出去 不也是公事吗 他出去开会 他不带我带谁呀 但是你他给你钱呢 那也不至于这么晚吗 是吧 他对你安的什么好心呢 谁看不出来呀 你刚毕业没多久 然后就当了他的助理 是吧 那也是说明我有能力吧 在学校的时候 我也是干部啊 难道你不知道吗 我不就是要求你换个工作吗 你不至于每次跟我操操吗 现在你吃我的穿我的 我跟你操操 你不应该让着我吗 我不就借了点钱呢 我哪吃你的喝你的 吃你的喝你的 不是吃我自己的吗 我有工作呀 我又不是没工作 那现在咱俩出去吃饭看的眼 不全都是我的钱吗 我一个月就换点工资是吧 我跟朋友划完载的时候 我自己的生活开销是吧 我 哪有那么多钱呢 你现在一个月多少工钱 两千多块钱 你呢 我现在一个月六千 好 你们在哪个城市生活呀 我们在唐山生活 因为我们毕业的时候 家里不同意嘛 本来说要回家的 然后家里边不是特别乐意 然后我也跟家里面吵了一架 然后就出来了 跟着他一起 然后他现在的态度对我就 我就特别不甘心 我说我长得也是不错的啊 你要什么样都没有啊 为什么就非得跟着你吃苦啊 但是我还是真心喜欢你 想跟你在一起的 那你说你这样对我你合适吗 我当初对你多好啊 你看我创业失败之后 你对我啥态度啊 我不就向你借点钱吗 那我不是劝你了吗 我劝你不让你干 然后你也不听我的话 我努力赚钱 为什么呀 我不是为了 穿着头地一点是吧 主任你知道他有一次特别过分啊 就我俩生气 然后他带我 他就说啊 带我出去散散心 我说行 那去哪啊 然后他就从他朋友借了一个车 带我去前往岛 我去看看海人 让我心情好一点 释放一点 他可倒好 他把我自己扔在前往岛了 你知道吗 我一个女生 你就把我扔在那了 你说我谁也不认识 然后最后让我自己回来的 主任你知道他多恶心吗 我不是本来是好 我不是好心的带他去前往岛去那个散散心的吗 反正是散心的是吧 到那之后 刚刚没多久就开始数落我 骂我 多难听啊 那么多人是吧 那声音特别大嘛 你现在都声音特别大 我说你什么呀 像我矮嘛 坐地泡啥的 多难听啊 那我说你是 哪个男的能收得了这样的女的呀 我说你是因为啥呀 那不还是因为大家出去了 你又吃我的穿我的 然后吃住行全是我花钱吗 你都说好了带我出去玩的 然后现在又变成是我花钱了 你干嘛老是把这个吃我的喝我的花我的挂在嘴边 反正他也不努力工作嘛 然后本来就是吃我的喝我的嘛 你们今天是谁要来的呀 是我要来的 你要来干嘛呀 他总说我吃晚饭我就受不了 感觉自己一点男人的嘴眼都没有 分手不就得了吗 干嘛互虐呀 你们又不是夫妻对不对 就是当时他追我的时候特别用心你知道吗 就是当时他对我特别好 百依百顺的说什么听什么 怎样怎么做怎么做 就是恨不得都给我洗脚你知道吗 现在他怎么做的呀 每次他都哎呀跟我吵架 跟我降嘴什么的 我太受不了了 我以前哪不是认劳人员 现在就灌出你这种毛病来了 你给我问我面子嘛 问一句 你以前为什么能认劳认怨 现在不能 当时感觉他条件比我好嘛 而且以我这身高是吧 找了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我都已经很知足了 那现在为什么就不能了呢 对他家之后我就感觉 咋这样事呢 我不就是个矮了点嘛 其他的我也不差呀 那你就是在怪我爸我妈啦 我没有怪你爸爸 你妈意思 我不也努力了吗 我很努力呀 还想好吗 不一定 看他表现 他要能改就能好 他改什么 别说我吃晚饭呢 那你以后还问他借钱吗 借吧 你还要问他借钱 行 老师们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你总说这男孩吃软饭是吧 对呀 他总是吃 你男孩不承认 我是借钱 不是吃晚饭 你所有的这个理直气壮 都是在于 我给你打欠条了 不是我还他钱 打欠条就是你唯一能竖起 自尊你的一个最后的一个防线 以我来看呢 你们两个人 有一个很根源的问题 可能双方都没有意识到 我个人觉得第一 你们的思想的意识不独立 二一个是个人经济不独立 经济不独立会造成男孩子 对于你有很强的一种依赖 而这种关系在恋爱当中会非常的微妙 为什么 因为他当找你借钱的时候 本来你是一个债 你是一个债主 你是借钱的 但是由于这种关系 所以男孩理直气壮 或甚至潜意识里认为 这个钱你就应该借给我 因为我们是恋人的关系 我给你打个欠条 是保留我作为男人的自尊 能够和你继续平等的这种交流 这是他真实的一个想法 我不借你的啊 你不要总认为我是这个样子 这个情况啊 那有本事你别借呀 这小伙子 你要如果不借的话 你今天多有自信呢 你不是现在 还有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说话老是这样呢 这样我就觉得 实际上是你心里的一个问题 在你外在的一种体现 还有一个问题 我是觉得包括女孩子 你们之间本来应该是交流的一种情感 你对他的不满也应该是情感的一种交流和沟通 但是你张口闭口 你吃我的 喝我的 用我的 有一种人是觉得别人都依赖我 你看多好 实际上这个人是最依赖于别人 依赖于他 否则他会孤独寂寞的 你就是这一种 你害怕他出去受苦受累 实际上你是担心自己孤独 这是你的问题 小伙子 你觉得你刚才说的 我不给你打欠条了吗 你觉得你说这个话有多理直气壮呢 我也感觉自己这样做是不太好吧 那肯定是不好啊 所以我是觉得你们两个人应该先学会独立 彼此尊重 而且在经济上保持独立 你 尽快地把钱还给姑娘 我想说的也就这么多 好 谢谢 谢谢孟老师 谢谢老师 孟老师 婚姻是需要人格上独立 情感上依赖 财务上互补 这是正常的婚姻 而你们恰恰相反 你们人格上是践踏与被践踏 财务上是依赖与被依赖 情感上是感恩与被感恩 你成不成人格上 你们两之间是歧视与被歧视 不管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你嘴巴上说了没有 你今天在场上说了多少 歧视她的话 既然相爱又何必伤害 因为我觉得不公平 不公平 你找的 不公平可以在家里说 为什么要在这里说 要当众去羞辱她 所以我很难怀疑你是爱她的 坦说的来说 吃我的喝我的穿我的 这句话比骂你无能 更让人心寒 基本上如果夫妻之间 说到这句话 是一定到了离婚的边缘 但是你说一遍不过瘾 你说两遍 说两遍不过瘾 你说三遍 而且你丝毫没有认为 这句话对男生 会带来什么样的伤害 所以你才会说的那么的顺口 那么的随便 你呢好像 有没有感觉到很被歧视 如果我是你 我早就走了 还好意思留在这 你最多的反应就是 你这句话太戳我心窝子了 说完之后 还跟没事人一样站着 你有志气吗 你有鼓气吗 身高是爹妈给的 自尊是自己要的 你要了你的自尊没有 情感按道理来说 是彼此互相依赖的 但你们是感恩与被感恩 你感觉你是下架 你任何话的前台词就是 我能找你这样的 就不错了 你觉得你就应该是被感恩的对象 我都下架了 你还不感恩我吗 他确确实实是感恩的 他自己也说 我能找到一个这么高的 这么漂亮的 我就得好好地感恩着 所以你们情感上也是畸形的 那财务上就不用说了 完全是依赖与被依赖 你感觉像施舍一样 打个条子 拿去用 你也舔着脸会用 我们在街上看了多少女身高 男生矮的 人家很恩爱吗 男生虽然个子矮 但是她强有力的臂膀和能力 以及对于家庭的责任心 早已超越了这样的身高的差距了 但问题是你们真正的高低在于 这个个子上的高矮吗 是人格上的高低 好好想想吧 你们是在恋爱吗 有劲吗 没劲吗 就这样 如果我是你 我一定离开他 如果我是你 我也一定离开他 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如何去尊重人 我们拿什么去爱别人 时间是你们的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年 其实我感觉吧 咱俩其实矛盾就在这个经济上 感觉 丽莎吧 你是有优越感 但是我感觉我自己真的不是很差劲吧 但是你为什么还要做那些 跟我降嘴啊 打我的事呢 我是挺喜欢你的 但是你也不能因为这个 就对我这样行的呀 你就说你能不能改吧 你如果要能改的话 我可能还会再接受你 我肯定以后不会再向你借钱了 你的钱我要尽快还上的会 那你对我呢 你想以后怎么对我呀 我以前怎么对你 就以后怎么对你呗 你也知道你以前对我好啊 你以前对我背也挺好的嘛 那为啥你现在就变了呢 是我变了还是咱俩都变了呀 是你变了 我感觉咱俩在争讨下去有意义吗 那你就应该理解我呀 我这挺理解你的了 回吧 谢谢两位 请回 请关门吧 他们自己会怎么做选择呢 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决定吧 我特别在乎你 像老师说的那种 咱们人家的决定 我以后肯定 肯定还会是 一样一样一样 是老爷 但是 你也一定要对我好点 我为什么出来呀 就是因为我还想跟你好 所以我才出来的 我想跟你好 放下来吧 出来吧 老师们谢谢你们 刚才我回去想了一下 你们说的确实很有道理 那你咋还出来了呢 老师们说那么有道理 你咋还出来了呢 我真的是没有为他去着想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做的确实错了 然后老师们的那些话 咸醒我了 以后一定要站在他人的位置上 替别人着想一下 不应该再这样自私下去了 而且我说那些话都太伤他了 我自己也感觉到了 就是以后肯定我就改正 然后跟他好好的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慢点慢点来上来吧 大家好 来来来 你好 这给我 这个给你 好 谢谢 牵着妹妹 走了 好吧 我以后一定要 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的 把所有的都 还清了之后 一定会对你很好的 我们希望今天是你们新的开始 下面见证 你们彼此的承诺吧 来 各位 请见证 你是不愿意吗 不是 只是掉了 第一次做这种事 人太紧张了 是吗 是 亮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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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送一个这个给你 药宝师 一辈师 好好经营 希望你们快速成长吧 好吗 谢谢你们 请回去 谢谢老师 妈